要说大家心里不害怕肯定不现实 既然是医生我们肯定还是我们职责 是第一位的 也就是说我们肯定必须的面对这疾病 肯定不能后退 画面中的人是中国民主促进会会员 武汉市第一医院呼吸内科主任罗光伟 2019年底武汉发生新冠肺炎疫情 罗光伟立即参与组建武汉市第一医院发热门诊 为全院病人展开排查治疗 是此次战役的急先锋 3月6日罗光伟接受了中心社记者采访 他告诉记者 尽管自己有防止非典与假流的经验 但此次疫情在最初 还是给他和团队带来了不小的挑战 刚开始的时候 它到底是什么病毒引起的 这个病有什么特点 用什么方法治疗 这都是未知数 这是诊疗上的一个难点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说他的传染性有多强 所以我们有所做好防控 这也是一个挑战 另外随着病人增多以后 那么就我们面临着 如何分区收治 那么还涉及了病床数不够用 原来中盖群的时候 当时病人数量增加得非常的快 而隔离病房 数量啊 就说远远跟不上 那时候是压力最大的 是最困难的时候 被使更多病人得到救治 罗光伟相继在武汉市第一医院和对口帮扶的武汉市第五医院 指导组建六个隔离留官病区 隔离病区的医护人员大多来自不同科室 缺乏呼吸道传染性疾病防治经验 罗光伟便根据疾病特点 疫情进展 诊疗方案及时对医护人员进行培训 确保他们能迅速投入到防治工作中去 这个病区都是由不同科室人员临时组建的 就他们的临床知识背景是不一样的 这个疾病是很特殊疾病 而且很多是重症和微重症病例 也就是说我们要把人员 他的业务培训到位 要把工作制度制定到位 要把流程细化才能保证医疗资料 在罗光伟与团队的共同努力下 各个离病区和发热门诊的诊疗工作 很快步入了正轨 2月3日至2月9日 罗光伟还参与国家医症医管局 新冠肺炎危重症病人巡查专家组的工作 到武汉的三家定点医院 甄选重症、危重症病人 并帮助20多名病人 及时转至重症定点医院集中救治 防治里面还有很重要一方面 就是说要降低病亡率 那么就是说当时很多定点医院 它的医疗条件有限制 所以为了让定点医院的重症 危重症病人得到更好的及时救治的话 就有必要把他们甄选出来 进行转运 转运到重症定点医院进行集中救治 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 罗光伟已在岗位上连续奋战了60余天 他随时都处在待命状态 常常顾不上吃饭 白天黑夜连昼转 对于这些 罗光伟总说是职责所在 而每每得到病人的感谢与认可 他也会感到由衷的快乐 三类 但是我们能让病人得到一个应有救治以后 我们觉得我们是医生 我们尽了我们的责 当我们听到说感谢我们的话 我们现在是很高兴的 其实我们治病也不是要图病回报 但是至少这表明病人认可我们 也就是觉得我们作为医生 我们帮助病人 也就是我们能帮助病人 就是我们最大快乐吧 感谢观看